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营 香菇是我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美味 但是干香菇残留了很多脏东西还有杂质 接着就用干香菇来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做法 顺便分享一下怎样泡发香菇 首先在碗里准备200克的干香菇 倒入一大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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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好以后放在一个龙布里面 把龙布收起来挤干香菇里面的水分 挤干水分以后放在盘子里面备用 准备一把大蒜直接切成蒜末 准备一切成蒜末 再切成蒜末 切好装入碟中 切好装入碟中 油烧的油烧水分之下 油烧入碟中 油烧水分之后 加上一把干肯油油游戏中 倒入一把干花椒和一把干花椒和一小把麻椒先炒香 炒香以后加入蒜片还有姜丝 快速翻炒一分钟把香料炒香 炒香以后加入鸡胸肉快速翻炒均匀 鸡胸肉炒至变色以后加入香菇大火翻炒一分钟左右 把香菇炒香 香菇炒香以后加入少许酱油 一勺蚝油 一勺老抽 一勺胡椒粉 快速翻炒均匀把香菇炒至入味 加入切好的香葱 撒上一把黑白芝麻点缀一下 快速翻炒均匀 出锅前加入一勺食用盐 盛在一个盘子里面 一盘非常好吃又家常的香菇炒肉就做好了 用这样的方法浸泡的干香菇和鸡胸肉搭配在一起炒 非常的入味好吃 也是一个非常下饭的一道小菜 如果你也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转发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也计划 一个有趣的 让我们下期再见 到条件 move 跟我们下期再见 还有一个色彩的 我们下期再见 片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